最近這個deepfake很紅 我們昨天也已經 跟大家稍微有討論過了一下 關於蔡總統發言 發文的這件事情 那我仔細看了一下deepfake 它當中有個最大的破綻 就是頭髮 你那個人臉放到了 比如說把王又正的臉 放到陳輝文的身上 那你就發現了 頭髮邊邊的 這個邊 會有點霧霧的 會有點不太均勻 如果你看到 這個影片當中講話的這個人 他的頭的這個邊邊的這個輪廓 有點霧霧的 有點髒髒的 那很有可能 他就是被呢 這個身位 或身為deepfake 這個軟體 所惡意 或是 好玩 而改過的 這個影像 而改過的影像 好不好 來說到deepfake 我跟各位說 這絕對是今天最熱門的話題 還有太多的角度 可以去討論 可以去探討 關於這個軟體本身 關於它的法則重不重 關於 蔡英文總統的反應 對比比如說挖眼案啦 虐童案啦 或是思覺失調症而產生的社會案件啦 或是高雄城中城大火啦 他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相當相當地積極 那很多人就好奇了 奇怪了 對啦 這個小玉幾乎 玩那是很陰的 很誇張 玩這種東西 還拿來賣錢牟利 該死 該罰 錢吐出來 跟社會大眾道歉 再跟被他消遣消費的這些 不論是女網紅 女性政治人物 或女明星 鄭重的鞠躬下跪道歉 我認為這都應該沒有問題 只是為什麼我們的總統 奇怪 反應特大 特別大 網友抽絲剝繭 終於發現原因了 挖眼不是挖他的眼嗎 灰朽除不是銀刀灰朽除嗎 虐童他也沒生小孩嘛 所以也許這些事情 在蔡英文的眼中心中 其實不算什麼 那也就是社會案件嘛 每天都有人死嘛 沒什麼好在意的 因為他無法感同身受 但這件Deep fake的案子上面 好像蔡總統真的摻了一咖 有網友就發現 原來在網路上流傳的這一些 Deep fake所做出來的影片 當中居然有以蔡英文總統 為主角的畫面 千萬不要想太多 不是你想像中的謎片啊 或成人片 不是 絕對不是 他只是一些 類似抖音的女網紅們 這個當然是我穿著衣服 然後鏡頭前面搖搖擺擺啦 擠眉弄眼啦 搔手弄姿啦 等等 然後把蔡總統的臉 給合成了上去 真的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讓蔡英文氣到 深夜臉書發文 等於是直接對行政院法務部下令 你們現在立刻給我加重 其刑 馬上修法 一個月要給我搞定 然後今天整個政府都動起來 把這一件 雖然很多人的名譽受害 但並沒有鬧出人命的案子 當成了蔡政府的首要之級 最重要的是 最優先的政策 管你什麼燒死46個人啦 管你什麼泰魯閣49個死掉啦 管你什麼今天蛙眼 明天又蛙眼 還拿美工刀砍啦 管你什麼女童被虐到 這個往生丟了性命 我都不在乎 民進黨都不管 什麼礦業法也不用理他 什麼轉型正義暫時也丟旁邊 通通不管 我們就要趕快修法 誰敢在網路上面 在散布這種影片 加重刑期 加重罰則 一時間 咱們中華民國 變成了全世界最注重 網路隱私 網路人權的國家 乃至於其他所有的事情 似乎相對都不重要了 網友提醒蔡總統 總統 可以關心一下被火燒死的人嗎 可以關心一下 差點眼睛被挖瞎的雨電源嗎 可以關心一下 那個才幾歲的孩子 被虐童致死的案件嗎 難道真的是因為你沒有經歷過 你沒有同理心 你就那麼不在乎嗎 難道真的只是因為 你的頭像被放到了網紅身上 跳了幾段舞 扎了幾個眼 甩了幾下頭髮 你就氣到要求法務部必須即刻修法嗎 如果是這樣 那蔡總統 第一個該生氣的也不是你 因為第一個 或說第一個 在我們的視野當中 被這個軟體惡搞的人 不是蔡英文啊各位 是韓國瑜啊 韓國瑜老早就被這個 叫小玉的網紅拿出來惡搞啦 又是講話 又是嗆聲 又是唱歌 還穿了一樣的藍襯衫 袖子一樣捲到手肘 黑色西裝褲 其實在一年之前 這個網紅就已經在網路上 跟大家宣告了 我只花了150塊錢人民幣 我就買到這個軟體了 這個軟體如果操作得當 再找個厲害的配音員 韓國瑜我叫他講什麼 他就必須講什麼 人家話已經繞得這麼明白啦 請問當時怎麼沒有人有反應 大家只覺得 哈哈哈哈好好笑 韓國瑜蠢被羞辱活該 被defake剛好而已 因為你是草包 因為你是中共同路人 當然啦今天很多討論 說不能這樣講啊 當時小玉做這個影片 他又沒有惡意 沒有扭曲 重點是他沒有散步 沒有牟利啊 所以這不算犯罪啊 是 他去年做這個影片 因為是韓國瑜 所以都沒事 那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如果去年他做的影片 主角就已經是蔡英文呢 這件事情是不是去年 就應該要有個了結 是不是去年法就已經修好了 是不是現在就不會有 那麼多黃節啦 什麼高嘉瑜啦 還是什麼網紅啊 什麼女明星啊 什麼誰誰誰啊 什麼幾百人啊 受害啊 出售啦 社群組啦 牟利啦 幾千萬啦 打開家裡保險櫃 還有四百多萬現金 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 但沒辦法嘛 誰知道當時是韓國瑜 那個倒霉鬼 怎麼羞辱他都剛好而已嘛 怎麼弄他都是伯君一笑 沒有惡意 大家笑一笑而已嘛 我再問一次 如果當時這個網紅 有叫小去 Deepfake的對象 叫做蔡英文 不要蔡英文啦 叫做陳其邁啦 叫做蘇貞昌啦 叫做黃偉哲啦 叫做鄭文燦啦 叫做陳時中啦 叫做莊仁翔啦 叫做張上淳啦 叫做羅女婿啦 事情的發展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對我就事後諸葛 怎麼樣 確實是如此啊 當時的韓國瑜沒有 當時這樣搞韓國瑜 沒有犯法啊 民進黨不要再跟我講 這種歪理了 現在在台灣 有多少沒有犯法的事情 只要你說它違法 你就能開法 法辦 約談 不是嗎 所以如果去年被搞的那個人 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這件事情早就被掀開啦 早就已經總統出來講話 所有人所有網紅都不敢幹這件事情啦 小玉就繼續當他的網紅啦 他也不用隱退靠賣這個偽造的色情片來賺錢了啦 也不會有女明星受害啦 黃潔你也沒事啦 高嘉玉你也OK啦 不就是這樣嗎 這件事情凸顯兩個問題 第一個 雙標嘛 弄朱立倫弄韓國瑜弄馬英九 好好笑喔 幹嘛 我們又沒怎樣 不能笑他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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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不會說話 弄民進黨的人不行 大家都要跳出來 每個人都有話要講 變成全台灣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雙標 第二 就威權啊各位 不是都不能介入司法個案嗎 不是都要公開中立透明嗎 是啊 我們蔡總統在很多事情上面 她都很中立啊 都沒她的事啊 大家在擔心打疫苗會搶起來 還是擔心沒疫苗打 我怎麼會搶起來 她每天躲在官地裡面 玩貓玩狗 大家在擔心我們的經濟無法復甦 我們沒有錢到外面吃飯 店家快倒了 她在家裡看奧運 當你在關心有人窮到去警察局 要飯吃的時候 她在家裡說 何不點外帶 大家多點外送 啊 大家多點外送 現在 碰到了我頭上好大的狗膽 女皇在此 膽敢得罪 一個跳出來 欸 這件事情好好處理啊 給我加重刑期 修法 法務部隔天 跟蔡翔翔的地位差不多 還是 蔡英文官邸裡面 想像幾條狗差不多 是是是是 修法修法 是是是 多久多久 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 這不是威權是什麼 這不是獨裁是什麼 我就問 小燈泡的事情發生到現在五年了 法務部修法了沒 修在哪裡 修多重 拿給我看看 那個鐵路警察叫什麼李承翰是嗎 李承翰 發生思覺失調被殺死 到現在多久了 法務部修法在哪裡 我看 來 普悠瑪事件昨天三週年 台鐵改革改在哪裡 我看 哪裡 我看 在哪裡 挖眼案 虐童案 層出不求 有沒有人告訴我要一個月修好法 有沒有人告訴我要兩個月 還是三個月可以修好法 沒有啊 因為最大的那個不在乎啊 你們法務部就擺爛了 裝死啊 裝沒事 等到下次有事情再發生 有人再被挖眼 有小朋友再被虐死 哪裡再發生大火 台鐵再翻一次 啊 我們會盡力檢討 哎呀 我們全力來修法 我們全力改革 然後 沒下文 等到再發生一次 哎呀 我們全力來修法 上一次我們已經有草案 只是還沒送進行政院 這就是民進黨政府 或者是說 這就是中華民國歷任政府的作為 但是面對這件 年輕人關心的事 我們蔡總統很厲害 他耍威拳耍的也有藝術啊 城中城燒死的都老的嘛 年輕人怎麼會在乎呢 還有你搞不好有年輕人 對不起我是說實話 網路上都有 還有年輕人覺得說 養那些人喔 不如算的啦 讓他們 找走找操生啊 社會也不要那麼辛苦 還要幫他們修法 養他們不用了啦 年輕人不在乎嘛 因為你同案 年輕人自己都是同了 他怎麼會在乎 有小朋友被虐死 虎報談 白目啊 誰知道天氣都告訴你了 會下雨 吸水有可能暴漲 你還要去玩 還要浪費國家資源 救你 救幾天 年輕人確實有人這麼想啊 蛙眼案 我又沒有在超商打工 關我屁事 這些話題 為什麼民進黨不在乎 為什麼蔡總統不在乎 因為年輕人不在乎啊 為什麼Deep Fake 扯到網紅 扯到小玉 總統反應這麼快 因為年輕人很在乎啊 同樣我剛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這個網路溫度計 我的這個前同事在裡頭 寫的文章 也告訴你啊 昨天 當小玉事件發酵 蔡英文一發臉書之後 她的網路聲量直線往上衝啊 這就是她要的啊 她只要這個啊 所以她獨裁 她威權 但她懂得選擇題材啊 她會選擇年輕人在意的題材 然後發臉書 表達關心 然後假裝很生氣 厲害 這個叫新威權 這個叫新獨裁 不是我講的 羅志強說的 最低拉炒黃鍋書的事情啊 然後蘇貞昌跟朱立倫在比 潮水退了之後 誰沒有穿褲子 蘇貞昌說 朱立倫 退了以後你就沒有褲子了 朱立倫發言人說 蛤 退了我們才沒有 你現在就沒有穿了 我想說奇怪 害我今天看那個蘇貞昌受訪影片 我還往下看一下是 沒有穿褲子是嗎 還是被defake 蘇貞昌明明有穿西裝褲 被劈了兩條大腿上去 看起來還沒穿褲子 國民黨民黨在吵 蘇貞昌朱立倫在吵 誰沒穿褲子 羅志強說 好了都不要講了 現在最獨裁的人叫做蔡英文 他細數了蔡英文過去的 種種發跡史 和國民黨的奶水長大啦 享受國民黨給他的所有好處啦 當時還說威權服從 不是大家都這樣嗎 也從沒聽過蔡英文 在享受國民黨栽培的時候 在喝著獨裁奶水的時候 有出來批判過威權這件事情 然後現在的蔡英文 關中天 還有好多好多事情 黨產會促轉會 通通都是在搞威權 但他搞威權 但他搞威權 不是要一般民眾喜歡 他只鎖定年輕人 這個就是羅志強口中說的 新威權 新獨裁 現在正在台灣成形 光從面對各種大小 關注成都不同的社會案件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總統心裡在想什麼 今天的小玉 他只是搞了一個軟體 把臉給置換上去 當然 對於這一些女明星 甚至還有一些女網紅 女星政治人物 我覺得很遺憾 那也希望你們可以討回公道 但畢竟 只僅限於想像當中 大家應該記得韓國那個 N號房的事情吧 也是鬧得很大 人家那個是真的去 亂弄耶 那是對人身體有傷害的啊 那是有交易的你知道嗎 那是有動作的 不是現在你只是看網路 然後自己在腦袋裡面幻想 不一樣啊 那個事情大到這個程度 我好像也沒有看到 韓國總統 在第一時間跳出來 修法一個月給我修好 我們台灣呢 很辛苦大家 我們在新威權 跟新的獨裁下面 要繼續忍受 來我們就要來賓第一位 夏宇明明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霍永哥 鄧的平安 小滿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待會還有友話哥 然後今天我們的兄弟 憲龍介 也會跟大家見面 不曉得他有沒有曾經也被 Defake 成為謎片 的男主角 應該是沒有的 來來看今天的這個 哎呀 趙小玉Defake 來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這個我們都經過處理了 所以總統您不要介意 但是這蔡總統本來樣子 大家很清楚 確實在網路上 他被劈成這個樣子 其實你看得出來 這個輪廓是總統 但是就是換了一個 這個飄逸的長髮 然後穿了這個 很漂亮的洋裝 其他沒有任何的這種 不雅的意義在裡面 其實沒有 他的這個原始影片 大概就是 你知道就是女網紅 在網路前面 穿得很得體 然後戴著甜美的笑容 就是特跳舞 然後把這個蔡總統 連給放上去 他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輪廓看得出來是蔡總統 這個鼻子嘴巴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蔡總統很生氣啊 太歲頭上動土 老虎嘴邊碾虛 腰鬼雞細離 這話不太對 腰受死因 幾個我的小玉的抓起來 抓起來 嚴半 來 一個月修法 法務部給承諾了 一個月 要把這個法給修好 法務部 題外話齁 我就看看你一個月要怎麼修 我就看看你一個月要給我修出什麼法來 如果這些事情一個月可以修出法來 那以後大家比招辦理 什麼大樓 什麼什麼管理條例 什麼思覺失調的 虐童的 你一個月就一步一步修出來 那不得了 我們台灣一年可以修十二次法 每個月修一部法 真好 我就等著看你怎麼修 網友真的很傻眼 跟我昨天反應一樣 哈囉總統 有蛙眼耶 有虐童耶 有大火耶 有虎豹談耶 你可以關心一下嗎 網友是傻眼 網友是已經不知道要怎麼生 就是說 總統那其他事情可以稍微關心一下嗎 可以嗎 行威群新獨裁 有這樣的頂頭上司 下頭的人 就只管搞意識形態 今天陳時中在立法院 沒他的份兒 今天男主角換人了 換誰 換他 他是誰 陳宗彥 我們的這個 副指揮官嘛 是不是 陳中彥副指揮官 來 今天有記者 問他話 這個大陸來的 這個疫苗戰 大陸 大陸 還是大陸打疫苗回來 黃卡如何如何 陳中彥 停了一下 他反問記者 你說的大陸是哪一個國家 是中國是不是 那我確定一下嘛 因為我們的大陸 可能不是一個國家 陳中彥 今天講出的經典名言 大陸是哪一國 他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 有人說很讚 棒 也有人痛罵他 只會搞意識形態 但沒關係 陳中彥 我們的副指揮官 如果你不曉得 大陸是哪一個國家對不對 或是大陸指的是什麼 我可以推薦你去問一個人 不用問邱泰山 你去問過一個以前當過陸委會主委 現在是你的頂頭上司的那個人 叫做蔡英文 為什麼 他當過陸委會主委 這個陸是什麼 大陸委員會 大陸委員會 鍾燕 如果你不曉得大陸是什麼 去問蔡英文 去問那一個 喝過國民黨奶水 在極權統治的懷抱中長大的 前陸委會主委 現任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 我想 蔡總統可以給你 很清楚的回答 告訴你 大陸指什麼 好不好 這個 要打嘴炮 我們也是不會輸啦 如果我在場 我就直接問 跟陳中彥講說 你不知道大陸是哪一個 沒關係 那那個蔡總統當過 大陸委員會的主委 那您要不要去 請教一下 這個蔡總統 大陸是什麼 這種 我還是那句話啦 上梁不振 下梁歪 來 兵哥 其實這兩天 Deep Fact的事情 鬧這麼大 真的讓大家覺得 中華民國真的是個 沒事幹的國家 滿好的啊 很好 你明明有這麼多問題 城中城的大火 到現在解決沒有 相關的法令問題 誰要負責任的問題 怎麼樣去改善這些住戶的 生活的問題 完全沒有下文 然後我們大家在關心 Deep Fact 那個挖眼 思覺失調的人 未來怎麼處理 不知道 然後講修法 蔡英文上任2016年到現在 多少該修的法沒修啊 一個最基本的 當初太陽化的時候 吵什麼兩岸監督條例啊 請問一下到現在五年多了 從你2016年上任到現在 快六年了 請問一下 休了沒 碰都沒碰 提都沒提這件事 兩岸監督條例已經不重要了 礦業法呢 到現在喔 即使法院已經判說 可以不續約囉 結果 人家繼續開採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原來的法令 就是你沒有新的法療獻師 他可以繼續採 沒錯 那這麼迫切的事情 結果蔡英小英總 不趕快主動說 我們馬上修法 還有答應齊柏林 那就跨業法嘛對不對 齊柏林當時你也給他答應啊 結果咧 就碰都不碰 理都不理 當中沒這件事情發生 結果只不過是因為 一個 Deep Fact 突然之間 法務部是光束準備修法 從民進黨從上到下 他動起來 我跟你講這應該是中華民國史上修法 就至少法務部長承諾修法最快的一次 對 一個月 今天賴斯堡在問他的時候 他說一個月嗎 一個月嗎 我想賴斯堡就隨便問了 就他還真的說一個月 他居然就回答說一個月 我跟你講搞不好是人家 叫他一個月要修完 你怎麼知道 搞不好蔡英文給他兩個禮拜 我不曉得 那我這蔡英強 我真的就這個只好能力不足 我先走了 其實 其實沒差嘛 因為法務部的負責只是把法修出來 注意通不通過那個立法院 是 也跟他沒關係 但是我是覺得 這到底是個什麼事 Deep Fact是最新出來的東西 全世界最新的詐騙手法 所以一定要嚴格取締嗎 拜託 韓國2019年 那個時候就 用Deep Fact這種類似的軟體 已經圍造了一大堆台灣女明星的影片 韓國有病是吧 我們追你韓星 你衛造我們女明星的 迷片 我跟你講一堆 你有毛病啊 那請問一堆 那麼台灣很多女明星 就這次受害的女明星 上次也有受害喔 蔡總統當時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對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怎麼當時都沒有人在乎 我不知道 大家都當一場笑話在看 兩年前就已經有這個事情了 對啊 兩年多前就已經有了 我知道 對不起我插個話 你知道嗎 明哥當時發生這個事情 我不是都全部啦 但我記得當時還有一些就是說 你看我們台灣人 為國爭光你看 紅棋韓國 韓國人都看我們台灣的女明星 我記得當時還有這種 你這樣說我想起來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 沒什麼啊怎麼樣 就讓他們酸不到心裡啊 用不到用看的啊 當時還這樣說 老實講 當時出來 大部分人是把它當花瓶新聞再看 對就是效果 因為這種東西太多了 拜託網路上這種東西 早就有了好不好 我昨天在那邊不是講嗎 如果你政治人物被人家 用這種修圖軟體 在那邊惡搞誰最多 馬英九最多 還有連勝文也很多 連勝文也非常多 連勝文也曾經是AP的男主角 那已經不勝美局了 太多多到你一個爆炸 蔡英文總統過去都沒有什麼反應 這次突然有反應 當然有人就說 是不是因為他自己被人家變造 所以他很不爽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蔡英文總統的內心 只有他自己知道 別人不知道 可是在我看來 與其說他是因為自己被變造 開始很賭啦 所以一定要修反 我覺得 倒不如說 他為了轉移目標 我覺得比較像 OK 完全理解 因為最近出了太多事情 挖掩案解決不了 城中城案解決不了 虎豹西案解決不了 這些東西都是很頭重的問題 相關法令也非常難修 因為牽涉到整個社會的實況 然後牽涉到很多執行上的問題 他沒辦法修 他也不想修 蔡英文總統這個人是超級怕難的 只要看起來有困難的事情 他都不想碰 那普悠瑪的案例判出來 到最後還真如各界所料 就是那個司機一個人頂啊 全部都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那這個法怎麼修 他也不知道怎麼修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創造另外一個話題 這是民進黨最厲害的地方 我創造另外一個話題之後 就沒有人注意前面的事情 果然 你看宇軒他 他在那個 那個未來四天交易所啊 這些東西 或是網路聲量這些地方 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立刻聲量被轉移 大家去注意蔡英文總統被 假造像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最離譜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蔡英文總統說 這一種未造的假訊息啊 這些東西 就會損傷我們的民主制度 那兩年多前 就已經出現這樣的東西 至少兩年多前 實際上可能更久 那奇怪哪一國 韓國的民主制度 因為這樣受到損傷 他想跟大陸一樣啦 我看以後台灣 這樣蔡英文當總統 民進黨執政 以後就是蔡黃啦 還是什麼 什麼蔡小英啦 我跟你講 在網路上不能出現 搞不好以後就變成這樣 他已經在放消息給你聽了 各位 以後是怎樣 台灣人家大陸有長城 那我們台灣就人臉識別系統 只要有蔡英文的臉出現 全部都不行 是這樣嗎 這個怎麼防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為什麼會損傷民主制度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到現在沒搞懂 反正 蔡英文現在只要講任何話 都會扯到跟民主制度有關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到底為什麼 我真的搞不懂 但是我真的拜託 不要每一次都用這一招 陳忠誠這麼大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徐國勇自己都講啊 國內至少幾百上千棟類似的大樓 你不趕快修法 不趕快去解決 未來我們肯定會看到類似的情況 一而再三而三的發生 這個東西不擊破嗎 這個東西不需要社會去關注嗎 然後大家都不關注了 現在在看這個無聊的花邊新聞 這樣就結束了 老實講最近已經很多奇奇怪怪的新聞了 什麼隆隆跟老K啊 什麼亂七八糟的 都是一堆莫名其妙 沒有營養沒有內容 而且跟絕大多數人 一點關係都沒有自己 吵得沸沸揚揚 某網紅開直播 大家還在意說他是不是貼胸貼 還是沒穿內衣啊 老實講跟我屁事啊 誰在乎啊 前兩天有兩個人為了吃大便而打架 唉唷 九萬多人線上觀看 老實講 這個如果在過去比較保守的時代 這已經違反社會戰良風俗了 因為我老講 他們兩個都不是什麼職業選手什麼的 你直播打架 請問一下沒有違反社會秩序為護法嗎 人家挺綠的嘛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都 這警察為什麼沒有去 稍微 稍微來講警察至少要去關切 不是說去辦啊 去關心一下 是 因為有人受傷喔 很明顯啊 雖然是兩個 怪怪的人 然後只是為了想紅 去搞出這件事情來 但是你搞到流血 這個其實是友商社會戰良風俗的 那這個警察都不用去關切一下 大家就笑一笑就算 其實照我看來 蔡英文跟民進黨搞不好更高興 因為年輕人注意力就被他們轉移掉 就喜歡這種啊 對啊 大家就忘記了 台灣社會有真正一大堆一堆 需要我們去解決的事情 他們就不想再提起 這最好鄭重下回 大家就忘記 其實這個裡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罷免陳柏惟 對 大家都忘了 年輕人就忘記了 我覺得這才是台灣最可怕的地方 每一次都為了這些毫無營養 沒有內容 完全跟社會大眾利益無關的事情 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轉移 這我個人認為 當然可能是我比較偏頗 我認為這才是蔡英文的真正目的 那蔡清祥呢 你為了去PLP捧你的主事 你居然承諾一個月之內修法 我真的很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偉大的法務部長 請問一下 這個案子的修法這麼簡單啊 你光是要認定它 是不是違法都很難 我老實講 因為當然 你犯罷APM當然是違法 這個違法無用之以 可是你說我修改你的圖像 你確定一定違法嗎 這有沒有什麼肖像權之類 這我實在是 我跟你講當然有肖像權 可是比如說今天 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今天把蔡英文總統的 百分之七十的像素 放在一個 另外一個人物頭上 我把它對接在一起 可是我沒說他是蔡英文喔 我沒講喔 請問一下 我有親愛到你的肖像覺嗎 這是個好問題 我沒有說是你喔 但是看得出來是 對看得出來很像 但我也沒講是你 但我沒說是你啊 請問一下這違法嗎 這我不知道 這可能要 這個賓哥跟護恩哥討論一下 這我真的不知道 這我真的 這我完全是門外害 我就不知道 當然 販售有販售的法律 嗯 如果你把它當作商品去賣 可能有其他的問題 有其他違法的地方 可是如果我單純只是 把你的頭像跟他接在一起 那我沒講是誰啊 而且我不是完全像喔 請問一下 這個就變成是 法官覺得像不像 對這個自由新政的問題 非常大 所以這個法 其實中間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且老實說 在法律上很多 比如說我是做政治諷刺 請問一下你要罰我嗎 喔對 比如說什麼大悶鍋 什麼那些 類似這樣的 我們現在這個郭哥也是有在 或是我是開玩笑的 我不是把他當商品販售 請問你要罰我嗎 這個就看當事人吧 是不是看當事人不舒服就可以提告 當事人可以提告 但是這個一定會犯有罪嗎 未必喔 這個中間的灰色地帶非常多 而且在牽涉到創作自由的部分 所以這個法其實很麻煩的 沒有那麼簡單的 沒關係啊我就給你一個月啊 我讓你看一個月啊 不是一個月丟出來 是一個月修完法喔 把法修完喔 蔡清祥 初登商今天是這樣講喔 老實講他們真正去修就知道 這中間問題多的是 因為有太多 而且科技愈心愈意 我就算沒有拿你的照片 我一樣可以修出跟你差不多的圖喔 我不一定要看你的照片喔 所以這個東西 光租作有錢的建立 肖像權的界定 還有更多你使用場合的界定 這個會非常非常複雜 你一個月之內給我修得完 見鬼去吧你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一個月之後 大家記得啊 今天10月19號嗎 11月19號 11月19號 你把法交出來 我們跟大家來看 看蔡英文的死命令 能不能讓法務部光束完成一個法 然後講這個法如果 這麼快就修出來了 我看會成為全世界的典範 因為全世界現在對這個問題都非常頭痛 因為數月的時代日新月異 很多這種技術越來越難界定 確實過去的法令有存不足啦 當然不足 其實這本來就有修法的必要性 本來就有 可是你這麼快一個月就可以修完 以台灣在數位方面這麼落後的情況下 那些先進的國家做不到 你做得到 我非常佩服 我非常期待看到這一件事情 但是呢 陳仲彥這個東西我覺得很好笑 陳仲彥這個超級落後 為什麼超級落後 我們柱柱姊來說還需要說 講的沒有錯啊 陳仲彥講得很冒險 像說柱柱姊弟 他現在回到 他現在回到 30年前的 你知道這個已經是超級老的笑話 大概是我年輕的時候 常常聽到有人在講 大陸哪一 哪一個大陸 非洲大陸 南居大陸 不是 是王大陸 大陸巡奇的大陸 更好笑的是你知道 陈仲燕他自己接下一句话是什么 你是不是讲中国 所以表示你根本就知道啊 一整下了 就是在卖弄这种反中仇中 这种台独意识形态嘛 那我是觉得很好笑 因为今天问了刚好是 中国时报的记者 所以网路上挖了一片 又入华 举国欢腾 入华 觉得说你看 就是故意要修理 中国时报的记者 陈仲燕以后大 你有来中天修理我啦 我跟你讲你以为是 修理中国时报的记者 你知不知道三立有一个中心 叫大陆中心 对 三立还有大陆 就是台湾驻大陆记者呢 我还认识呢 我跟你讲 一大堆电视台都有这种东西 请问一下 你是在打所有媒体的脸 所以以后要叫三立改成 中国中心 还有这个驻中记者 要改要改要改 而且很奇怪 三立都没有成立美国中心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中心 请问一下为什么 中国又比美国重要吗 对三立来讲 那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大陆中心 所以这根本就是全世界 全台湾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说真的 别人可以这样 你说一般的黎民百姓 我们可以这样子 你不爽嘛 因为我主张台独 我不承认跟 对岸是同意国嘛 我可以故意问 大陆是哪里 哪里的国家 我告诉你 陈中业你不能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政府官员 因为我们的宪法 以头规定 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的国土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等于是说 大陆指中国 然后再配合蔡英文的邻国论 所以我们是两个国家 阿后违宪 自行主份 辞职下台 我跟你讲 中国时报那个记者 回答中国啊 没错就是中国啊 然后陈中业就有一副 你看你中计了吧 其实错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 你忘记我们的宪法 是这样规定的 真的 你还摸着宪法宣誓的哦 所以你去搞这个干什么呢 其实当然 蔡英文总统 自己以前当过陆委会主委 去问他嘛 去问他 那如果你认为 不应该叫大陆 那你应该要改成中国委员会 对啊 不是就这样而已吗 很正常啊 中委会主委 你赶快去修法 再叫蔡新强去修法 这是要修宪了 这是要修宪了 修宪久一点 两个月 给你久一点的时间嘛 让你去修宪 你去修宪吗 但是我要点出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 你以为 陈中业只是无聊 故意要去当记者吗 当然不是哦 不是的 我跟你讲 他是要干什么你知道 呛成失踪 不是 他是要掩盖 他们今天出的球 你说那个黄卡的事情嘛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不只是黄卡的事情 还有别的啊 就是 第一个黄卡本身也是 但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被迫不得不承认 他们之前 把他抹黑的 跟什么一样 好像那个 科兴跟国药 科兴跟国药 他们被迫承认 哦 原来哦 这更是有当相机嘛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们不想去提这件事情 因为你那个黄卡 就会让大家联想到这件事情 哦 对对对 这有道理 这道理 是是是 所以他不想去 所以他故意挑起这个东西 这个有道理 用意识形态来 我反僵礼一群哦 我没有示弱哦 可是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你防疫指挥中心 之前死都不承认的 国药跟科兴 结果现在你承认 因为WHO承认啊 世界都承认啊 你也必须承认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像复必胎 以前不承认 疫苗给你的时候 你还不是吞了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们到现在死都 不称那叫复必胎 那叫BNT啊 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你在坚持这种东西 到底在坚持什么鬼 它就是一个世界 卫生组织核准的疫苗 如果全世界有几亿人打 那我们就接受 有什么差别 难道今天 因为一台车 是中国大陆做的 你就死都不承认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 台湾 就算是台湾 自己生产的车子 你偷有多少零件 是中国大陆来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坚持 到底在坚持什么鬼 我搞不懂 然后这个明明是 因为你之前的错误的 故意要去洗脑民众 结果现在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然后呢 你为了掩饰自己的丢脸 然后故意在记者会上 去讲这种无聊的问题 而且我必须说 你这样的东西 符合蔡英文总统的国庆文告吗 其实也未必符合 他们明明下面这些王八蛋 哪一个符合 谢志伟 苏贞昌 加上今天陈总彦 哪一个符合 所以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理论上来说 当总统国庆文告 这样讲了之后 理论上来讲 整体的政府官员要一体遵循 结果谢志伟也不遵循 庄峰加也不遵循 陈忠燕在那边搞这种游戏 吴昭在那边弄一些模糊话 请问一下 这个政府是一盘散沙 各吹各得掉 那这个政府要不要解散算 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那请问一下 到底哪一样是对 所以这个政府天天在搞这些 他们每天在搞这些胡思乱想 搞这些鬼 难怪没有时间去关心 真正重要的事情 然后对他们来讲 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我 这一个 Deep fact这种软体 会影响到民主制度的生存 一定要改变 我们都在注重这种 250的事情 所以 中华民国的国力 就消耗在这种250的事情上 到最后 我跟你讲 总有一天 整个中华民国每一个人 都变成250 你知道吗 兵哥这样讲 我想到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韩国电影里面有没有 有很多那个是 比如说检察官 他都有一个秘密房间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房间这样 打开以后 里面就是各种名人的丑闻 然后什么时候 这些丑闻 他们早就掌握在手里了 什么时候要丢呢 我要转移焦点的时候 总统施政不利 来 把那个在野党 哪一个议员的丑闻 拿出来 丢给媒体 然后大家就 这个议员怎么这样 然后大家就忘了 总统施政不利 一样啊 这件事情 其实蛮久之前 就有风声了 而且他已经卖很久了 据说检调也说 我们警方也说 我们早有掌握 那怎么现在办 怎么现在办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的事情才爆发 小玉才刚被抓 啥事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蔡英文可以在几小时之后 迅速发脸书 我甚至怀疑这脸书 都是已经早准备好的 真的不得不让我这么想 经过兵哥这样一提点 我们现在这样 你看又是 又是蛙眼又是虐童 背好痒 又是蛙眼又是虐童 又是大火惨了 赶快那个事情转移焦点 而且还要是 弄一个年轻人喜欢的 年轻人感兴趣的 一丢出来 蔡英文脸书一发 他的网路声势 我刚刚说的 网路温度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立刻逆势往上冲 冲得超级高 我真不得不怀疑 来这个霍文哥看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对不起 我先跟我们圣文哥说 真的对不起 提醒你的旧伤口 这个 来看一下标题 标题叫做 A 网传连圣文夫妇 A片封面照 柯文哲当时说 幽默就好 不要下流 来照片不太舒服 看一下 不是这张 这张是正常的 下面的 当时怎么没有人震怒 这个也很过分 只是不会动而已 差别只是一个会动 一个不会动 那换句话说 我去截这个A片的图 放上别人的头 那也没关系 反正不会动就好了 今天是因为有动 不会动 这个图拿去卖 也无所谓吗 当时不就是这样吗 怎么你没看到 2014年 怎么没有看到 马英九震怒 还是民进党出来谴责 怎么没有 但如果 这两个人人头 我是说假如 换成柯文哲跟佩琪姐 那不得了 民进党谴责 怎么可以这样 一定是国民党的网军 该死 这赢到抓起来法办 对 连圣文 圣文哥 胜利衰 柯文才来说 哈哈幽默就好 不要下流 大家都当笑话看 没有人认真 大家都认为笑话一场